雲書處推出新版道路使用者手則 加入至上一次更新手則之後實施的新法例 例如小包和的士乘客必須配戴安全帶 駕駛者需要停車適時 並且遵守走後駕駛、約駕和獨駕的法例要求 手則亦都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多指示 除了增補騎單車者須知 亦都載有更新的資料 例如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 新版手則適用於7月15日或之後 向運輸處提交駕駛考試駕步筆試 和的士筆試申請的考新 新手則是加了一些新的交通標誌、道路標記 和一些新增的內容 例如如何避免一些遞路的駕駛 如何正確使用到車的時裝裝置等 其實都會在題目的環境裏 都會適當地增加 新版手則的印刷本7月15日出版 市民可以在運輸處網頁 或者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2 免費閱讀或下載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